启筑雍敦 敬厄逢困敦 凡七年 高祖五皇帝十四大同四年 五五 公元五三八年 春 正月 心有朔 日有时之 东卫荡俊获俱相 宋夜 丁卯 大赦 改元元相 二月 己亥 上庚吉田 东卫大都度善无贺拔人公卫南焚州 赐使为紫灿将之 丞相太灭紫灿之族 东卫大行台侯景等至兵于虎牢 江赴河南诸州 卫良回 为孝宽 赵济宗皆弃成西规 侯景公广州 述巡 卫拔 文卫旧兵将至 吉诸江亦之 行落 周氏卢勇请进官行事 乃帅 乃帅百旗至大尾山 御卫师 日以目 永多至番旗于树颠 夜 分旗为十对 鸣角直前 秦为宜同三思承华 斩宜同三思王征满耳环 广州首江落超岁已成将东卫 丞相欢迎永勤广州市 永 便知从地也 于世难焚 隐 玉 广四周赋入东卫 初 柔然投兵克罕使得反国 侍未尽礼 吉永安以后 雄聚北方 礼建焦聚 虽信使不绝 不负称臣 投兵长治洛阳 心目中国 乃至世中 皇门等官 后得为汝阳王典千纯于坛 亲 宠任氏 已为秘书剑 十点文汉 及两位分裂 投兵转不逊 数为编幻 未成相太以新兜观中 方有是山东 欲结婚以府之 已设人缘一女为华正公主 七投兵地塔寒 又言于卫主 请费以福后 那投兵之女 贾臣 已以福后为尼 使福封王福迎投兵女为后 投兵遂留东卫使者圆整 不报其史 三月 新有 东卫丞相欢以沙怨之败 请解大丞相 赵许之 请之 复顾 柔然送到后余位 车七百成 马万匹 扑二千头 至黑岩池 欲未所浅 卤不一味 柔然盈目 护席皆东相 扶封王福请正南面 后曰 后曰 我未见未主 故柔然女也 未账南面 我自东相 丙子 立皇后玉酒驴氏 丁丑 大赦 以王蒙为司徒 丞相太昭于长安 还屯华州 夏 四月 更吟 东卫高欢潮渔业 仁臣 还进阳 五月 贾须 东卫浅间散其常侍郑伯游来聘 秋 七月 东卫荆州赐使王则扣淮南 鬼亥 赵以东也图李印之德如来设立 大赦 东卫侯景 包凹草等为为独孤信于今 雍 太师欢帅大军继之 景西烧洛阳内外官司民居 存者十二三 为主将如洛阳拜元陵 会信等告急 遂与丞相太巨东 命上书左仆设周慧达府太子亲守长安 太府一同三司礼弊 车骑大将军达西武帅迁其为前驱 八月 更吟 丞相太至古城 侯景等欲整臣以戴其至 一同三司泰安莫多楼带文请帅所部击其前锋 景等顾指之 戴文勇而专 不受命 于可诸魂道原以迁其前进 夜 御礼弊 达西武于啸水 毕命军事鼓噪 夜柴阳臣 带文走 避追 斩之 道原丹其豁免 西扶其重送横农 太进军禅东 侯景等夜解为去 新卯 太帅 太帅 轻其追景至和尚 景为臣 北聚河桥 南蜀芒山 与太合战 太马中流史惊异 遂失所知 太坠地 东卫兵追及之 左右接散 都督里目下马 以侧赤太被骂约 龙东军事 尔草主何在 而独留此 追者不宜其贵人 以侧赤太被骂约 龙东军事 尔草主何在 而独留此 追者不宜其贵人 舍之而过 目以马寿泰 与之俱义 卫兵附阵 积东卫兵 大破之 东卫兵北走 经照中武功高敖曹 义清泰 见其盖以凌晨 为人尽锐 攻之 义军皆末 敖曹淡季走投河阳南城 守江北玉周刺史高永乐 欢之从祖兄子也 与敖曹有怨 闭门不受 敖曹仰呼求生 不得 拔刀穿河未撤而追兵至 敖曹扶桥下 追者见其从奴持金带 问敖曹所在 如指示之 敖曹之不免 奋头曰 来 于辱开国宫 追者斩其手去 包欢闻之 如丧甘胆 战高永乐二百 赠曹曹太师 大司马 太魏 太赏沙敖曹者不倦万断 岁岁烧与之 笔及周王 游魏能族 魏幼沙东魏西眼周刺史颂贤等 如甲氏万物 千人 复合死者以万数 初 欢以万四普尊老 克里之 常亲福上马 其子落免观鸡守约 愿出死力以报申恩 即盲山之战 诸君北渡桥 若独勒兵不动 魏魏人曰 莫其受落甘在此 能来可来也 魏人为之而去 欢明其所赢地为回落 逝日 东 西魏至晨迹大 首尾玄远 从弹至魏 战术时和 分物四赛 莫能相知 魏独孤信 离远居右 赵贵 宜封居左 战并不利 又魏之魏主及丞相太所在 皆弃其族先归 太府怡同三司离虎 念 贤等为后君 见信等退 急与俱去 太游是烧盈而归 留怡同三司长孙子艳守金庸 王四正下马 举长朔左右横击 亦举折薄树人 现沉济深 从者尽死 四正被重创 闷绝 惠日暮 敌一收兵 四正每战长驻破一臂甲 敌不知其将帅 顾得免 仗下都雷武安于战处哭求四正 惠其以苏 割一果疮 福斯正上马 夜九 使得还迎 屏东将军菜又下马不抖 左右劝成马已被仓促 又怒曰 丞相爱我如此 今日起犀生乎 率左右食于人和 声大呼 积东卫兵 杀伤甚重 东卫人为之食于众 又弯弓尺满 四面俱之 东卫人幕后甲长刀者直进取之 去又可三十步 左右劝射之 又曰 吴曹之命 在此一时 岂可须发 将至十步 又乃射之 应闲而倒 东卫兵烧雀 又许隐还 为主至恒农 首将以弃城走 所鲁将族在恒农者相与闭门聚首 丞相太公拔之 诸其魁首数百人 菜又追及太于恒农 夜 见太 太曰 成仙 尔来 吾吾又矣 太经不得寝 枕又谷 然后安 又美从太战 常为氏族先 占还 诸将皆争弓 又中无所言 太美太曰 成仙口不言勋 我当代其论续 太流亡司正正恒农 除世中 东到邢台 未知东法也 关中留守兵少 前后所掳东位氏族散在民间 文位兵败 谋作乱 黎虎等至长安 既无所出 与太尉王蒙 徒叶周慧达等奉太子亲出屯卫北 百姓互相嫖略 关中大扰 于是沙愿所掳东位都督赵清雀 用周迷于福德等遂返 清雀聚长安子城 福德宝咸阳 与咸阳太守慕容司庆各收将族已聚还兵 长 安大成民相帅已聚清雀 日语之战 大都督侯莫沉顺鸡贼 屡破之 贼不敢出 顺 重之凶也 扶封宫公王蒂镇河东 大开城门 西兆军事未曰 经文大军失利 清雀作乱 诸人莫有固执 王蒂受尾于此 以此报恩 有能同心者可供固守 必恐成羡 任自出城 重感其言 皆无意志 为主留闻香 丞相太乙是马皮壁 不可肃尽 且未清雀等乌合 不能为患 曰 我至长安 以清其林之 必当面赴 通知散其常事无俊禄通见曰 贼 密谋久定 必无谦善之心 风采有毒 安可清也 且贼乍言东寇将至 今若以清其林之 百姓未为信然 亦当惊扰 今君虽疲毙 精锐尚多 以民工之威 总大君以林之 何忧不克 太从之 引兵熄入 父老见太智 莫不悲喜 侍女相贺 华周次使宇文导引兵习咸阳 展思庆 秦福德 南杜未 与太惠公清雀 破之 太宝梁景瑞 以极流长安 与清雀通谋 太沙之 东魏太师欢自晋阳将七千旗至梦今 魏继 文魏师已寻 遂继合 浅别将追魏师 至小 不急而还 欢攻金庸 长孙子宴弃成走 坟城中事乌俱尽 欢悔金庸而还 东魏之千叶也 主客郎中陪让之流落阳 独孤信之败也 让之帝邹之随丞相太入关 为大行台仓草草郎中 欢求让之兄弟五人 让之曰 惜诸葛亮兄弟 事无 数各尽其心 况让之老母在此 不忠不孝 必不为也 民宫推成待悟 悟意归心 若用猜忌 去霸业远以 欢皆是之 九月 魏主入长安 丞相太海屯华州 东魏大都督贺拔人 畸形摩纳 卢仲 礼等 平之 卢锦玉本如生 太师欢是之 照管瑜伽 使教诸子 锦玉讲论精微 男者或相抵喝 大声利色 言之不逊 而锦玉神才俨然 风调如衣 从容往复 无迹可循 性清静 立官屡有进退 无得失之色 必依粗食 甜然自安 终日端言 如对宾客 东 十月 未归高傲槽 豆太 莫多楼子 楼带文之首于东魏 散其常侍刘孝仪等聘于东魏 十二月 魏氏云宝席洛阳 东魏洛州 次使王源鬼弃城走 都督赵刚习广州 拔之 于 世自乡 广以西城镇赴为魏 魏自郑光以后 四方多氏 民帝赴亿 多为僧尼 至二百万人 四有三万余区 至是 东魏使赵墓首 令长善利四者 继其公庸 以王法论 初 魏依川土豪里长寿魏 防满都督 激攻至北华州次使 孝武帝西迁 长寿帅其图居东魏 魏以长寿为广州次使 侯景公拔其壁 杀之 其子严孙父收集父兵以聚东魏 魏之贵臣广陵王兴 陆尚书长孙志等皆协家网一支 严孙自浅魏颂 始达关中 东魏高欢欢之 术 浅兵攻严孙 布能克 魏以严孙为京南行台 节度河南诸君士 广州次使 严孙已成清一 落为己任 魏以严孙兵少 更以长寿之序经兆为法宝为东洛州次使 配兵数百以住之 法宝明佑 以自行 祭致 宇颜孙联兵至山于浮流 独孤信之入洛阳也 御膳修宫室 使外兵郎中天水全景圈帅途兵三千出彩运 惠东魏兵至 河南接盼 景轩尖道西走 与李延孙相会 宫孔城 拔之 洛阳以南寻邑西赴 丞相太极刘景轩守张白雾 节度东南诸君因关西者 事 岁 延孙为其长使杨伯兰所杀 为法宝其隐兵聚颜孙之山 东魏江段称等聚遗阳 浅阳州次使牛道衡又未编民 魏南衍州次使为孝宽患之 乃炸为道衡与孝宽书 论规款之意 使谍人夷之于称影 称果一道衡 孝宽成其猜祖 出兵席之 秦道衡即称 小 免岁清 东道邢台王思政已玉璧险要 请铸成 自恒农喜振之 赵家都督坟 进 并周诸君氏 并周次使 邢台如故 东魏以高城设立部尚书 使改崔亮年劳之志 全酌贤能 又沙太尚书 郎 妙选人帝以充之 凡才明之事 虽未见拙 皆引至门下 与之有焰 讲论 副诗 世大夫以世称之 高祖五皇帝十四大同五年 几位 公元五三九年 春 正月 以卯 以尚书作蒲舍 萧渊早为中尉将军 丹阳引和静荣为尚书令 吏部尚书张转为蒲舍 转 红册之子也 自尽 宋以来 宰相皆以文艺自义 静荣独秦不领 日干不休 为师俗所吃彼 自许免 周涉济足 当权要者 外朝则何静荣 内省则诸义 静荣志却无闻 以刚为为己 任 义文华敏恰 屈嬴是欲 二人行义而聚的信于上 义善伺候人主义为阿谀 用事三十年 广纳祸禄 欺往事厅 远近末部分集 圆宅 玩号 隐善 声色穷一时之盛 美修下 车马田门 为王城 王志及楚祥不枉 成 志 简之子 祥 冤之曾孙也 丁寺 御史终成参礼仪是贺琛奏 南 北二交集集田 往海并遇遇念 无复成路 赵从之 四宗庙仍成遇念 成 唱之弟子也 新有 东魏以上书令孙腾为司徒 新魏 上四南 交 魏丞相太于形台制学 曲成郎 辅佐德行冥民者充学生 悉令旦至公务 婉旧讲习 东魏丞相欢 以徐州赐史防摩 广平太守杨淑 广宗太守斗愿 平原太守许敦有政绩轻能 与诸赐史书 包称摩等以劝之 下 五月 甲须 东魏丽丞相欢 女为皇后 以害 大赦 魏以开府一同三司礼毕为司空 秋 七月 魏以拂封王府为太尉 九月 甲子 东魏发基内十万人成夜 四十日霸 东 十月 鬼害 以新功成 大赦 改元兴和 魏至执笔于阳武门外以求得失 十一月 以害 东魏使散其常侍王远景 魏收来聘 东魏人以正光丽尽插 命孝书郎李夜兴更加修正 以甲子为援 号曰新光丽 继承 行之 散其常侍诸诸易奏 请来至周稍广 而小大布伦 请分为五品 其位置高碑 餐聊多少 介意试位差 赵从之 于是上品二十周 四品十周 四品八周 四品二十三周 下品二十一周 时尚方式征伐 辉拓敬宇 北于淮 汝 东聚彭城 西开脏科 南平里洞 建至周郡 分轮慎重 故意请分支 其下品皆一国之人来归附者 徒有周民而无土地 或因荒教之民所居村落至周籍郡县 四十首令皆用彼人为之 尚书不能西领 山川弦远 直供喊通 五品之外 又有二十余周部之处所 凡一百七周 又以边境阵术 虽领民不多 欲众其将帅 皆见为郡 或亦人领二三郡太守 周郡虽多而户口日号矣 魏自西迁以来 礼乐散逸 丞相太命左仆社周慧达 吏部郎中北海唐锦笋 一九章 至世稍被 高祖武皇帝十四大同六年 更申 公元五四零年 春 正月 人申 东魏以广平宫库狄甘为太保 丁丑 东魏主入新宫 大赦 魏扶封王福祖 二月 己亥 上庚吉田 魏祝武朱前 东魏大行台侯锦出三压 将赴荆州 魏丞相太前礼弊 独孤信各将五千齐出五官 锦乃桓 魏文后祭为尼 居别宫 道后游祭之 乃以其子五都王物为秦州赐使 使文后随之官 魏主虽献以大祭 而 恩好不忘 密令养发 有追还之意 会柔然举国度和男亲 时颇有言柔然以道后顾兴师者 必曰 其有兴百万之众为义女子邪 虽然 智人此言 正义何言以见将帅 乃遣忠常是草宠姬首赤次文后自尽 文后祭为宠曰 愿至尊千万岁 天下康明 死无恨也 遂自杀 凿迈姬牙而葬之 号曰祭灵 下 丞相太照诸君屯杀愿以备柔然 又蒲舍周慧达发誓马首京城 欠诸皆向 赵雍周赐使王啼一知 啼不应赵 为使者曰 若如如智为北者 王啼自帅乡里破之 不凡国家兵马 何为天子城中作如此惊扰 由周家小而匡切至此 柔然至下周而退 魏己 道后玉吉祠 五月 已有 魏行台公延和 陕周赐使公延庆降于东魏 东魏以河北马场为一周已处之 东魏阳周武功高永乐足 潤月 丁丑朔 日有时之 吉丑 东魏封皇兄景之为宜阳王 皇帝巍为清河王 千为尹川王 六月 仁子 东魏华山王志族 秋 七月 丁亥 东魏使间散其常事理相等来聘 八月 悟悟 大赦 九月 悟虚 司空元昂族 遗书不受赠世 誓诸子悟上形状极力明智 尚不许 赠本观 师慕正宫 东 十一月 魏太师念贤族 徒骨魂子没着念生之乱 不通于魏 福连仇族 子夸履历 史称克汗 居服四成 其地东西三千里 南北千余里 观有王 公 芙燕 尚书 郎中 将军之号 嗜岁 十前十甲道柔然 聘于东魏 高祖武皇帝十四大同七年 新有 公元五四一年 春 正月 新寺 上寺 南郊 大赦 新丑 四明堂 荡昌王 梁启定为旗下所杀 帝弥定立 二月 以四 以弥定为和 梁二周刺史 荡昌王 新亥 上庚吉田 为幽周刺史顺阳王仲景做事赐死 三月 为下周刺史刘平福聚上郡返 大都督于锦讨秦之 下 五月 浅间散其长市民少侠等聘于东魏 秋 七月 吉卯 东魏夷阳王仲值足 魏以市中宇文策为大都督 行坟周市 策 身之凶也 为正简慧 得市民心 地阶东魏 东魏人 蜀来寇钞 策琴或知 命解父 隐语相见 为设酒销 带以克礼 并给良戏 为诵出境 东魏人大残 不负为寇 坟 进之间遂通庆调 时论称之 或告辞交通境外者 丞相太怒曰 策为我安边 我知其志 何得监我骨肉 命斩之 为丞相太玉隔一时政 为强国负民之法 大行台度之上书兼 司农清 苏绰尽其智能 赞成其事 简官员 至二常 并至屯田以资军国 又为六条诏书 九月 始奏行之 一约清心 二约敦教化 三约尽地利 四约卓 贤良 五约续预诵 六约君负义 太慎重之 常至诸作诱 诱令百思习诵之 其牧首令长非通六条级记账者 不得居官 东魏照群关于临止阁议定法制 未知临止阁 东 十月 甲银 搬行之 以四 东魏发夫五万驻张斌宴 三十五日罢 十一月 丙须 东魏以彭城王韶为太位 度知尚书胡僧敬为司空 僧敬明前 以自行 国真之兄孙 东魏主之旧也 十二月 东魏浅间散其常事 礼谦来聘 交之礼奔事为好友 事 不得知 有病少者 赋予此早 亦选求官 吏不上书蔡遵以病性无前嫌 出广阳门廊 少尺之 奔与少还乡礼 谋作乱 会交周次使武林侯资以克报施重心 十奔兼得周 因连结束周豪杰俱返 自书会于奔 奔还广州 尚潜资与高周次使孙炯 新周次使卢子雄将兵积之 资 徽之子也 逝岁 魏又以新智十二条 东魏丞相欢以诸周条卷不依旧是 民甚苦之 奏令西以四十尺为匹 魏自丧乱以来 农商失业 六阵之民相帅内喜 旧时 其 近 欢音之以成霸业 东西分裂 连年战争 河南州郡居为茂草 公思困结 民多饿死 欢命诸周兵和吉金 梁街至苍鸡谷已相转曹 公军旅 被积紧 又于幽 盈 苍 青四周磅海主研 军国之肺 粗得周善 智氏 东方连岁大人 古湖至酒前 山东之民烧复苏西以 东魏尚书令高城上 敬帝魅逢一掌公主 生子孝婉 昭贺贺之 承曰 此至尊之声 先贺至尊 三日 地性其地 此仅彩不倦万匹 于是朱贵尽至礼仪 豁满时事 东魏临淮王孝有表曰 令至百家为族 二十五家为驴 五家为笔 百家之内有率二十五 蒸发皆免 苦乐不均 养少狼多 富有蚕食 此之为必久矣 经矣诸方 或七八百家为一礼正 二十 数事无缺 而况外周乎 请依旧至三正之名不改 而美驴只为二笔 祭祖省十二丁 资眷 藩兵 所亦甚多 释下尚书 请步行 安城望族刘进宫以妖术获众 人多信之 高祖武皇帝十四大同八年 人须 公元五四二年 春 正月 进宫聚 俊返 改元永汉 蜀官蜀 进宫如灵 逼玉章 南方九步袭兵 人情扰害 玉章内使张婉穆兵已拒之 婉 转之地也 二月 戊虚 江州四使湘东王毅浅司马王僧便 中兵曹慈迎讨进宫 寿晚节度 三月 悟臣 勤进宫 宋建康 斩之 僧便 神念之子也 呆薄便捷 气语肃然 虽设不穿扎 而志气高远 未出至六军 下 四月 丙吟 东魏使兼散其常事礼会来聘 会 元中之从子也 东魏丞相欢朝余业 司徒孙腾做事免 已有 以彭城王韶陆尚书氏 市中广阳王站为太尉 尚书又蒲舍高龙之为司徒 初 太父为锦宇丞相欢同归尔朱荣 其妻 欢之子也 自是熏妻 贪纵不法 未有思索和 细欲 欢三意却气寝 乃得免死 丁亥 将为票齐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思 欢网造之 紧握不起 大教曰 杀我时去邪 欢府而败谢之 新卯 以库狄干为太父 以领军将军楼招为大司马 封祖义为尚书又蒲舍 六月 贾尘 欢欢禁阳 八月 更须 东魏已开府一同三思 吏不上 书侯景为尖上书仆舍 河南到大行台 随机访讨 魏以王蒙为太保 东魏丞相欢机位 入字坟 将 连迎四十里 丞相太使王司正守玉璧以断其道 欢以书昭司正约 若将 当受以并舟 司正复书约 可诸魂道原将 何以不得 东 十月 己亥 欢为玉璧 反九日 遇大雪 士族激动 多死者 遂解为去 魏前太子亲振普版 丞相太出君普版 制造夹 文欢退度坟 追之不及 十一月 东魏以可诸魂道原为并周刺史 十二月 魏 主授于华音 大想将士 丞相太帅朱江朝之 起万寿殿于沙苑北 兴亥 东魏 东魏遣间散其常事 杨匪来聘 孙炯 卢子雄逃礼弼 以春账方起 请待至秋 广州赐史心于侯应不许 武林侯姿又去之 炯等至何谱 死者十六七 重愧而归 应 但知此也 武林侯姿奏炯极 及子雄与贼交通 逗留不尽 是于广州赐史 子雄帝子略 子烈 主帅广陵渡天河及帝僧明 新安州文玉等 帅子雄之重攻广州 御沙印 资 为子雄赴冤 西江都护 包要太守无心 陈霸仙帅经甲三千就之 大破子略等 沙天河 秦僧明 文玉 霸仙以僧明 文玉骁勇过人 誓之 以为主帅 照以霸仙为职格将军 为丞相太妻逢异公主生子绝 东魏以光州赐史 李元忠为誓中 元忠虽楚要任 不以物物甘怀 为饮酒自愈 丞相欢愈 丞相欢愈 用为菩舍 世子成言其放达常罪 不可为以台阁 其子骚文之 请解酒 元忠约 我言作菩舍不胜饮酒乐 耳爱菩舍 遗物饮酒 高祖五皇帝十四大同九年 鬼亥 公元五四三年 春 正月 仁虚 东魏大赦 改元五定 东魏御史中魏高仲觅取吏布郎崔仙之魅 继而弃之 由氏与仙有戏 众魅选用玉史 多其亲戚相当 高成奏令改选 先方为成所宠任 众魅以其构己 欲恨之 众魅后期李试宴而会 成见而悦之 李诗不从 依附皆列 已告众魅 众魅意愿 寻出为北玉周刺史 因谋外叛 丞相欢宇之 浅镇成西寿兴典军事 众魅旦之名物 众魅至九颜寿兴 伏壮士 执之 二月 人参 以虎劳叛 将魏 魅以众魅 魅世忠 司徒 欢以众魅之 叛游崔仙 将杀之 包成逆先 为之故请 欢约 我盖其命 须与苦守 承乃出仙 而为大行台都官郎陈元康约 轻使崔仙得账 勿赴相见 元康为之言于欢约 大王芳以天下赴大将军 大将军有意催先不能免其账 父子尚尔 旷于他人 欢乃是之 高纪是在永安树 众密浅信报之 既是走告欢 欢待之如旧 魏丞相太帅诸君以英众密 以太子绍赴离远为前驱 至洛阳 浅开府一同三思于锦 公白骨 拔之 三月 人参 为河桥南城 东魏丞相欢将兵十万至河北 太退君禅上 纵火传于上流以烧河桥 狐狸金矢行台郎中张亮以小亭百渔在场所 似火传将至 以钉钉之 银索向岸 桥遂获全 欢渡河 聚盲山为臣 不尽者数日 太流资重于禅曲 夜 登盲山以习欢 后其白欢曰 贼聚此四十余礼 入石前引而来 欢曰 自当可死 乃正正以待之 物身 黎明 太君与欢君欲 东魏彭乐以数千其为佑真 冲魏君之北垂 所向奔 会 遂时入魏营 人告彭乐盼 欢慎怒 俄儿夕北晨起 乐时来告解 鲁魏适中 开府一同三思 大都督临桃王解 蜀郡王荣宗 江夏王生 巨鹿王产 乔郡王亮 占世赵善及都将辽佐四十八人 诸将成圣积位 大破之 斩首三万余集 欢使彭乐追太 太炯 为乐曰 乳非彭乐也 失男子 今日无我 明日其有辱也 何不及海淫 收辱金宝 乐从其言 获太今代一囊已归 言于欢曰 黑太阳 获太露刃 破胆已 欢虽喜其圣而怒其失态 令服诸 地 亲着其头 连顿之 并恕以沙怨之败 举刃将下者三 尽谢良久 乐约 其五千骑 赴为王取之 欢约 辱纵之何意 而言赴取邪 命取卷三千匹鸭勒贝 音已赐之 免以赐之 明日 复战 太为中军 中山公赵贵为左军 领军若干惠等为右军 中军 右军何机东卫 大破之 西服其部族 欢施马 赫连阳顺下马已受欢 欢上马走 从者不齐欺人 追兵至 亲信都督为心请曰 王素去 心请腰有百贱 足杀百人 欢约 世纪 依尔为怀州刺史 若死 用耳子 心庆约 而小 愿用凶 欢许之 心庆俱战 使尽而死 东卫君是有逃奔位者 道已欢所在 太母勇勇敢三千人 皆知短兵 佩大都督 赫拔圣已攻之 圣时欢于行间 直朔与十三骑逐之 十数里 朔刃垂及 因字之曰 赫六魂 赫拔破湖壁杀辱 欢气待绝 何周刺史 刘洪辉从棒设圣 中期二期 五魏将军断勺设圣马 必知 彼赴马志 欢以义去 圣叹曰约 今日不值宫使 天也 未难饮周刺史耿令贵 大呼 独入敌中 风刃乱下 人皆未已死 额奋刀而还 如是蜀四 当令贵前者死伤相继 乃未左右约 无起乐杀人 壮士除贼 不得不耳 若不能杀贼 又不为贼所伤 何亦逐作人也 左君赵贵等五江战不利 东卫兵复阵 太宇战 又不利 惠日暮 卫兵遂顿 东卫兵追之 独孤信 于锦收散足字后击之 追兵惊扰 卫诸君游士的权 若于惠叶隐去 东卫兵追之 惠徐下马 顾命除人迎时 时必 卫左右约 长安死 死中死 犹以义乎 乃 见其鸣角 收散足徐孩 追其已有伏兵 不敢逼 太岁入关 困位上 欢进至闪 太史开府一同三思达西五等聚之 行台郎中疯子会言于欢约 混一东西 正在今日 西卫太祖平汉中 不成胜取八 蜀 师在迟疑 后悔无极 愿大王不以为夷 欢身人之 吉诸将亦尽止 贤以为也无青草 人马啼兽 不可远追 陈元康约 两雄交争 岁月已久 金姓儿大结 天寿我也 时不可施 当成圣追之 欢约 若遇伏兵 孤何以继 元康约 王前杀怨失利 比上无福 金奔败若此 何能远谋 若舍而不追 必成后患 欢不从 使流风生将数千奇追太 遂东归 太兆王思政于玉璧 将使朕虎劳 位置而太败 乃使守恒农 思政入城 令开门解衣而卧 未免将士 事不足位 后数日 流风生至城下 但知 不敢进 饮君还 思政乃修成锅 起楼鲁 迎农田 积除素 由是恒农时有守欲之辈 丞相太求自败 为主不许 示意也 为诸江皆无功 为耿令贵与太子五位绿王胡 人 都督王文达力战功多 太玉以拥 其 北拥三州受之 以州有幽烈 使探愁取之 仍赐胡人名勇 令贵名豪 文达名信 用张其功 于是广目观 龙豪又以增君吕 包众密之将叛也 因遣人山洞济州豪杰 使为内应 东魏浅高龙之 持一位府 由是得安 包成密书与龙之曰 众密之党与之聚息者 以西收其家属 以成将来 龙之以为恩旨既行 礼无追改 若负收至 世民不信 脱至惊扰 所亏不细 乃起丞相欢而罢之 以太子瞻世 谢与上书菩萨 下 四月 林毅王公礼毕 奔江泛修破林毅于久得 清水低求李属人 成为之败 拒险作乱 龙又大都督独孤信吕遣军机之 不客 承向太前点千天水照常罢欲之 诸求掌俱易 或从或否 其不从者欲佳任于场 场神色自若 瓷器于利 属人感悟 遂相帅降 低求良道显盼 太父前场欲降之 喜其豪帅四十余人并部落于华州 太极以场为都督 时领之 太史蝶潜入虎牢 令守将未光顾守 侯景获之 改其疏云 双隐号 移速去 纵蝶入城 光霄顿 景获高仲密妻子送夜 北御 落二周 附入于东魏 五月 仁臣 东魏已克服虎牢 将死罪以下囚 唯不赦高仲密家 丞相欢以高前有一勋 包昂死亡世 既是先自告 皆为之请 免其从座 众密妻李氏当死 包成圣福建之 曰 今日何如 李氏默然 遂纳之 以魏 以侯景为司空 秋 七月 魏大赦 以王盟为太傅 广平王赞为司空 八月 以丑 东魏以焚州赐使狐律金为大司马 东魏浅间散其 常侍李魂等来聘 东 十一月 甲午 东魏主授于西山 以寺 环宫 包成其解释中 东魏主以其地并周赐使太原公羊带之 丞相欢筑长城于四周北山 西字马林 东至土登 四十日霸 魏珠牧首供业丞相太 太命河北太守陪侠别利 魏珠牧首约 陪侠轻慎奉公 魏天下罪 有如侠者 可与俱利 众莫然 无感应者 太乃后赐侠 朝野探服 昊为独立军 高祖五皇帝十四大同十年 甲子 公元五四四年 春 正月 李毕自称月帝 至百官 改元天德 三月 鬼四 东魏丞相欢寻行计 定二周 孝河北户口笋义 阴朝余业 甲武 上姓兰陵 叶建宁陵 使太子入守宫城 辛丑 叶修灵 丙武 东魏以开府一同三司孙腾为太保 己有 上姓金口城北固楼 耕明北固 耕虚 姓回宾亭 燕香里固老吉所经进献迎后者 少长数千人 各赖前二千 仁子 东魏以高成为大将军 领中书建 元碧为陆上书氏 左仆社司马自如为上书令 氏 中高阳为左仆社 丞相欢多在晋阳 孙腾 司马自如 高月 高龙之 皆欢之亲旧 唯以朝政 夜中未知四贵 齐全是勋酌中外 绿多专子交贪 欢欲损夺齐全 故以成为大将军 领中书建 宜门下既是总归中书 文武赏伐皆禀于成 孙腾建成 孙腾建成 不肯进进 城市左右牵下于床 住以刀环 立之门外 太原公羊于城前拜高龙之 忽为叔父 成怒骂之 欢为群公约 儿子进长 公仪必之 于是公亲以下 建成无不耸去 库狄干 成姑之序也 自 定周来夜 立于门外 三日乃的剑 成欲之父心于东魏主左右 着中兵参君 催济书为中书侍郎 成美浸书于帝 有所见请 或文词繁杂 祭书者修事通知 必报成父子之语 常与祭书论之 曰 崔中书 我如母也 祭书 挺之从子也 夏 四月 以卯 上海自兰陵 五月 甲申朔 未成相太昭于长安 甲午 东魏浅散其常事为祭景来聘 祭景 收之族书也 上书令和静荣窃地道官密 以书属领君和东王玉 丁有 静荣作免官 东魏广阳王战族 魏郎邪真献功贺拔圣诸子在东者 丞相欢尽杀之 圣分恨发及而足 丞相太常为人曰 诸将对敌神色皆动 为赫拔公邻沉如平时 真大永也 秋 七月 为更权衡度量 命上书苏绰损益三十六条之志 总为五卷 搬行之 缩减贤才为牧首令长 皆依心智而浅焉 数年之间 百姓便知 魏自正光以后 正行持纵 再魏多贪污 丞相欢齐以四周中从事送游道为御史中卫 丞故情以吏布郎崔先为 知 以游道为尚书所成 成魏先 游道曰 清一人处南台 一人处北省 当时天下肃然 先选碧云等为御史 实称的人 亦云 重敬之曾孙也 成欲甲先微是 诸公在座 令先后至 通明 刀是徐步 两人借居而入 成分庭对一 先不让而坐 商再行 即辞去 成留之时 先曰 誓受赤在台剪轿 遂不带时而去 成将接送之 他日 成与诸公出 知东山 御先于道 前驱为赤棒所机 成回马臂之 上书令司马子如以丞相欢顾人 当众 认 义气自高 与太师咸阳王坦贪毒无厌 先前后但子如 坦即并周次时 可诸魂道远等罪状 无不及彼 宋游道义和子如 坦即太保孙腾 司徒高龙之 司空侯景 尚书元献等 承收子如细欲 一宿 发尽白 辞曰 司马子如从下周策账头向王 王给路车衣成 患自牛犊 独再到死 为患脚存 此外皆取之于人 丞相欢以书斥承约 司马令 无知故旧 汝宜宽之 承住马行皆 出子如 托其所 子如俱约 非作事也 八月 鬼友 薛子如 观觉 九月 假身 以继阴王辉夜为太尉 太师咸阳王坦以王孩地 原献等皆免官 其与死处者慎重 久之 欢见子如 爱其憔悴 以西成其手 亲为则师 赐九百平 杨五百口 米五百石 包成对朱贵吉言包美崔仙 且戒属之 丞相欢书与夜下诸贵约 崔仙居献台 咸阳王 司马令皆 无不依之救 尊贵亲密 无过二人 同时获罪 无不能救 诸君其慎之 宋游道奏博尚书为师数百条 省中豪立王儒之图并编斥之 令 涂以下皆侧墓 高龙之乌游道有不尘之言 罪当死 己是皇门侍郎阳音曰 处狗求废 今已数废杀之 恐将来无付废狗 游道静坐除名 成为游道曰 清早从我向并舟 布尔 比经略杀清 游道从城至晋阳 以为大航台立部 吉丑 大赦 东魏已丧乱之后 户口失时 姚复布君 东 十月 丁寺 以太保孙腾 大司徒高龙之为阔户大使 分行诸州 得无疾之户六十余万 桥居者皆乐还本署 十一月 贾申 以高龙之路上书市 以前大司马楼招 魏司徒 庚子 东魏主寺元秋 东魏丞相欢喜击珊瑚 破支 福万余户 分配诸州 试岁 东魏已散其常事 魏收监中书侍郎 修国史 自良 魏通好 魏书美云 想彼境内宁静 此帅土安和 尚复书 去彼字而已 收史定书云 想尽魏清宴 今万里安和 尚一孝之 尚一章